小小的身子扑进怀中,被孟夫瑶抱个满怀的纳叉,匕首也同时无声无息捅向孟夫瑶前心。 销金断玉的匕首毫不设防的孟夫瑶。 匕首是绝世宝物,匕首上脆了剧毒,只要轻轻划破一丝油皮,这条小命也就报销。 更糟糕的是,匕首前段开刹,手指一推,便是漫天花雨一般的牛毛毒针。 匕首中间有饥簧推动,触及便飞出蓝汪汪的三棱刺。 匕首笔身和饼之间还有连接的锁链,可以随时控制长度。 而匕首饼中空,只要受到任何外力冲击,都会立即炸开,伤及人体。 换句话说,这是个集匕首、暗器、炸药、毒药于一体的暗杀工具。 专门用来对付强大的对手。 接不得,扔不得,挡不得。 不接不扔,不挡,更不成。 无论哪种对策,都难免伤及一丝半丝。 而那一丝半丝,便是一条命。 孟夫摇刹那间,变了四种手法。 点、戳、叼、纳。 然而,他亦无奈地察觉,无论哪种手法,除非他还有一只手。 否则,在唐一光还在近身出掌的情况下,都不可能完全不受伤害地解决那匕首。 那孩子离他,太近太近了。 那匕首离他,太近太近了。 孟夫摇叹息,电光火时间一直纳了过去。 后果,顾不得了。 一只手,却突然伸了过来,轻轻瞧瞧一家。 只是那么简单的一家,手势却翻覆高超,难如登天。 那手,五指,刹那间都高度运用。 拇指点,中指纳,食指弹,无名指戳,小指还能一勾,甚至连每根手指的每个指节都在错开弹动。 方寸距离,眨眼之间,手指动作只一个,变化却有十多种。 拇指一点将前段开刹捏地,中指一那将中段鸡黄推开。 指节一弹,卡死了鸡黄的关键。 食指一弹,将冒头的三棱四弹回去。 无名指一戳,戳进匕首和饼之间。 小指一勾,把锁链勾缠在饼上,挡住了引线,使唐一光无法再触发炸药。 精确至豪颠,高妙令人眼花缭乱的首饰。 一双灵巧的举世无双的首。 这世上只有一个人有这样的首和首饰。 他一生尽营医学,号称医圣。 他做的世间最精细以假乱真的人皮面具。 他练的世间汇聚万千宝物极脆精华的宝丹。 他掌握的最精妙的火候。 他施展的最高难度的精密手术。 这些都需要一双精细灵巧,超于众人之上的手。 棕月。 他很突然的,却又似乎原本就应该在那里一般,白影一闪便出现。 用他那可救无数人命,也可翻覆无数人命的手,夹走了那枚世间危险第一的匕首。 然后,随随便便扔进了宫外的壁池。 唐医光自然早已全服在孟夫瑶脚下。 棕月既然已经帮他解决了匕首之险,唐医光自然是分分钟钟就解决的事。 孟夫瑶不管唐医光,只抬头看身前白衣如雪,唇色如鹰的男子。 他依旧那般击鼓晶莹,高山深雪一般,清淡雅洁。 在深浓的夜色里,像一捧未经尘世,电染的雪。 孟夫瑶却像是不认识似的,看了半嗓,才奄然一笑,道。 你终于肯把那奸鬼的面具接下来了。 棕月淡淡看着他,他脱下暧昧的面具,不仅发色、毛色、唇色恢复如前,似乎连脾气都回到原来的棕月。 一开口,还是那么毒舌。 其实,无论你接不接,总比你戴着那个女人的面具要好看些。 孟夫瑶盯着他眼睛,好奇地道。 别的也罢了,眼睛怎么变色的,我怎么也想不通。 我也想不通,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。 棕月不打反问,孟夫瑶猥琐地笑,不想告诉他其实自己发现的真的很早很早。 在皇宫里遇见他,帮他敷药的时候就发现了。 当时,他身上应该有一层防护的皮质东西,所以火箭没能对他造成太大的伤害。 他的伤痕呈现的是中度烫伤,而不是严重烧伤。 自己给他敷药前,他支开自己,就是为了脱去那层防护。 而那晚敷药时,他发现他的肌肤色泽已经和看他脱衣那次不同。 后来才想起,那晚在密室里看暗内脱衣,烛光照耀下,沉在暗影中的肤色是有色差的。 那时,他并没有想得很清楚。 然而那晚,他做了那个梦,元宝大人在他面前玩面具,光影乱晃,炫得他眼花。 醒来时,才恍然大悟。 而他也从不相信,以宗月的实力会轻轻松松被宣元圣掳走。 再者,暗内和宗月之间,虽然气质形貌截然不同,但很多细节都很相似。 比如,他一直在试探的洁癖,指尖一聊,聊出的面具感,还有对药物的精通。 比如那夜假调的戏子皇帝,大抵就是为了挡他,结果他懵然不知地冲出了坏了他的事,而他之所以中箭,纯粹是为了救他。 否则,当晚,他已经和宣元宁接过头,安然离开。 所以,真正被连累的是宗月。 孟富瑶既然想通了这些,以他的性子,怎么可能再去宗月而去? 那是无论如何,都会帮到底,不管你要不要,他只做自己认为该做的。 宗月需要留在宫中和宣元宁随时商量对付宣元圣的计划,他便去做那个皇后。 宗月和宣元宁之间相互利用又相互防备,他便帮着警告宣元宁。 宣元宁拿出来的关系图和名单都是宗月的,他自然心中有数。 多年势力潜藏,一招全力反击,朝中、宫中、宗月的准备早已充足。 如果他没猜错,被宣元圣掳走的那个假宗月只怕也是一个难以避过的杀手锏。 其实,他的目标和宗月好像不是完全一样呢。 孟富瑶轻轻地笑起来,他习惯性地抢皇位,抢大权,宗月的第一目标却只是杀宣元圣本人。 他不知道宗月原先的计划是怎样的,但宗月的计划中一定不包括借助汉王和上渊对宣元施压,那样很可能给宣元招致祸患。 对于身为宣元国人的宗月来说,内部夺权怎么来都可以,勾结外敌却万万不能,所以便由他来做吧。 至于以后的,最关键最重要的大boss,他已经没有必要再插手,那是文艺太子满门和摄政王的生死仇怨,这个仇留给苦心孤意隐忍多年的宗月,自己报。 接下来的事情,是你自己的事情。 孟富瑶取出前些日子,宣元印悄悄进宫给他的王府信息图。 其实,我想你自己手中应该也有类似的东西,但是我就是喜欢多事,用不用得着,那也是你的事。 宗月接过,卧载掌心,突然道。 其实,我没想过要做皇帝。 孟富瑶恩了一声道。 我想也是,可是,我就喜欢多事。 宗月无声一笑,看着他垂下眼睫,不说话。 两个人内心最深处的东西,都选择了不说出来。 半晌,孟富瑶低下头,对脚底下呜呜哭泣的那团球皱起眉,道。 我还没哭,你哭什么? 啊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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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哥哥要死了。 唐一光抱着孟富瑶的脚,嚎嚎大哭。 我救不了他了。 孟富瑶抚,明明他是受害者,为什么现在看起来,倒像是他欠了刺客唐一光。 唐一光还在哭,一把鼻涕一把泪全部抹在他一脚上。 啊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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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为什么不肯死? 你不肯死,二六哥哥就会死了。 孟富瑶嘴角抽了抽,一把拎起他,对着他猫似的哭欢了的脸,叮了半晌,无奈地叹口气。 真要杀他吗? 这个智商年龄只有四岁的外伤性弱智儿。 他犹疑地望望宗月,想从他那里得到点有建设性的意见。 宗月袖手望天,知道,我只告诉你,他的心智不足是真的。 当然是真的。 孟富瑶翻白眼,不是真的能瞒过他和宗月两人的眼睛,不是真的能让他毫不设防,以至于在最后关头靠近他的身。 不是真的怎么会在这样树块岛狐孙将散的时刻,依旧毫不犹豫地执行任务? 正因为他真的心智不全,摄政王才选中了他。 那个阿六哥哥是谁? 不会是宗月吧? 不会一个假的被掳的宗月害了轩元韵,也害了唐仪光吧? 孟富瑶狐疑地看着宗月,宗月立即道。 你看我干嘛? 我可能和这个小白痴有关系嘛。 孟富瑶突然笑了笑,道。 既然和你没关系,我就不客气了。 他一掌拍向唐仪光天灵。 慢着。 孟富瑶的手掌停在唐仪光头顶上方,不放开也不落下,笑道。 哼,果然是你。 黑暗中,冰激玉谷一身鲜艳的细子皇帝慢慢浮出身形。 他神情古怪地看着孟富瑶,又看看还在嚎啕的唐仪光。 眼神变幻,污光流转,那眼神里怀念、怅然、悲凉、无奈。 满满都是玉带出口,却早已习惯沉默或掩饰的心事。 半晌,他过去,蹲下身抱住了那孩子,摸着他的头,轻轻道。 阿六哥哥的马儿是落日牧场里最大的一匹,你怎么可以骑呢? 唐仪光豁然一阵,立即不哭了,抬起眼泪纷飞的脸,初初噎噎的道。 小白马,给爹爹杀了,他不让我骑。 嗯? 仙元明掏出他香气肆意的紧趴,仔细擦他的又是泪又是汗的脸,柔声道。 以后要骑马,阿六哥哥陪你骑,你再不会跌下来了。 你是阿六哥哥吗? 唐仪光不哭了,认认真真地看他,红着个鼻头,乌乌鲁鲁地问。 阿六哥哥没你高,没你这么花花绿绿。 孟夫瑶喷一声,笑出来,笑完却揉揉鼻子,转过身去。 他怎么突然觉得有点心酸呢? 边缘小城郡王的最小的儿子,被选中入京做傀儡皇帝。 边城守将的小小女儿,在他离开的那一日拼命追逐。 他的小白马被杀了,他去骑他的阿六哥哥留下的猎马,然后他栽落。 从此,他的世界不再向前,万事都以福宝浅淡,如窗纸上双花,只剩下模糊的他的阿六哥哥。 十二年,他在寂寂深宫里寂寞地唱《贵妃醉酒》,他在永远的四岁里坚守着那个小小少年。 一对凄凉的童年玩伴,一声皇族心酸的寂寥写照。 唐仪光看着花花绿绿的轩原民,突然从脸上抹了一把沾了一手的泪水,去擦轩原民的脸。 轩原民不动,眼底水光盈盈,愿那孩子用沾满点心碎屑的手,逝去他的细子妆容。 腌绿,罗带,唇绿,粉珠,深红眼线,粉艳双唇,青带长眉,穷枝肌肤,那些浮华艳丽的伪装在少女沾满泪水的掌中一一抹去,显出俊秀苍白的少年容颜。 唐仪光扑了过去,扑在十二年前的阿六哥哥怀中。 他离去在芳草连天的春日,一架马车带走了他的阿六哥哥,他的故事便永远停在了最后的追逐时刻。 最后那一眼,从高过两个身子的马身上落下,眼眸倒映着千里辽阔编成荒树里漫天漫地的春草如烟。 从此后,他只记得他们的落日马场,他们的小白花和大黑雕,记得小小姑娘和小小少年的嬉戏。 他在他肩头看落日,看累了,睡在他肩头。 晚上星月升起时,他抱着他回去,跑脚掠过遍野的茯莲花,沾了一身香气幽淡的夜露。 多年后,他做了他的贵妃,坐在金宫玉雀中,吃着点心想他的阿六哥哥。 摄政盲说了,做贵妃就还他阿六哥哥,杀掉皇后就可以和阿六哥哥在一起。 皇后很好,可是没有什么比阿六哥哥更重要。 唐仪光将自己揉在轩元明肩头,撕心裂肺地哭。 仙元明抱着他,斜瞟着孟福瑶。 孟福瑶对他露齿一笑,道。 杀人者死,仙元明还在瞟他,半赏道。 你不就是不放心我吗? 他抱着唐仪光慢慢站起来,道。 如果你们能赢,我便不争,我带他离开,给我一个闲散王爷坐坐吧。 孟福瑶笑。 你舍得? 舍得不舍得,又如何? 仙元明习惯性地媚眼一聊。 你脱了东甲脱西甲,宁为整轩元圣,其实也为敲山镇虎,否则杀一个轩元圣,阿月自己早有成算,不用费这么多事。 你存心一次解决我们两个的。 没办法,孟福瑶笑咪咪,陛下你让我很警惕,你太能忍,太能装,太有诚服,娘娘我认为你是个祸害,但凡祸害不能留。 宣元明吃了一声,道。 你们两个,一个牢牢渗透朝臣,一个干脆交连外境,我一个困居深宫光感皇帝,从头到尾也就是个信息传递者和幌子,连身边使用的人都是轩元月的,我能蹦打个啥? 孟福瑶默然,心想,你现在是被我两人控死,但是如果到最后这个皇位宗月不给你做, 如果,皮尼亚忍了多年一招得全的爆发劲儿,保不准就又是一个轩元圣,算你时时务。 轩元明抱起那个,系着他脖子不松手的朵拉A梦,慢悠悠晃着他,道。 也没什么了,我最终要的,只是自由而已。 他眯着眼,神情向往,语气悠悠。 落日马场的草原,明年春一定更漂亮了吧。 那些铁线草,鹰鹰红,蒲莲,紫木须,红的黄的,紫的绿的,开得遍野都是。 天那么远,远得看不见头。 扯嗓子喊一声,三座大山,都跟着你嚷嚷。 呵呵,真好,我受够了四面宫墙,受够了低声唱曲,受够了,受够了! 千里马场,辽阔草原,静淫多年的记忆里的花香,十二年前草原上的孩子,终将含笑跨越这黑暗宫墙,一步步走向梦中的故乡。 他便那么神情梦幻地和孟富瑶擦肩而过。 经过他身侧时,突然头一偏,急低急低地倒。 孟汉王,你这么大手腕的,要帮阿岳夺位,真的只是因为害怕我得权后,会加害怕吗? 孟富瑶震一震,宣原民却以哈哈一笑,错身走开。 孟富瑶沉默下去。 有些潜藏在最深处的心事,以为只有自己明白,谁知道,连宣原民这个局外人都清楚。 何况,清明在心的宗月。 他突然觉得尴尬,不想再在宗月面前待下去,匆匆道。 我出宫透气去。 宗月没有动,看着他逃逝地消失在宫墙之外,半傻,微微浮上一抹苍凉的笑意。 那笑意,是月色出生,星光却还未及亮,于是那般寂寞高远的,欠在苍穹。 孟富瑶震一震,你用这样复杂的方式,拒绝我。 我想做咸淫野鹤的游衣,心事一了,便可永远陪在你身侧。 你却宁可将我推上那尽秀欲为的皇位,用异国的责任来束缚掉我追逐你的自由。 其实,不用这么费心的。 过够了双重身份,在黑暗和光明中不断游走的复杂日子。 在你面前,我只想做最简单的人,最简单的去爱你,哪怕你给我最简单的拒绝。 天生的地位操盘手,孟家大王,为了毒蛇男一劳永逸的安全,很机婆的帮他剪除摄政王羽翼,逼走轩元明,为地位铺路。 宗月由着他折腾,反正他自己真正想做的事,只有一件,杀轩元盛。 轩元盛羽翼虽除,在昆京势力却并没有权去。 他掌握政权多年,处理政势一把好手,并深知兵权的重要。 那么糟糕的局势下,经营三万兵还掌握在他手中,他自己府中铁位三千,也都是真正的精锐。 如果说境外的大军压境还只是牵扯军力的虚张声势,昆京内的一场恶战才是真正的必不可免。 宗月采取的方式,使外松内井,逐渐合拢。 宣元盛控制打压国内一切地下势力,宗月便以医圣的身份在其余各国建立地下势力。 他对五洲大陆皇族的致病要求,来者不拒,不要诊经,只以此交换他所需要的一切便利。 他手头有最严密的情报网,最精巧强大的武器,人数不多,却最精良的作战队伍,全部是幼年收养。 在气候最为恶劣的穷仓北原的冰天雪地中,铁血训练,药物浸淫的铜皮铁骨,同时也是第一杀手暗昧手下最大的暗杀组织,用纵横七国的暗杀来锻炼杀人的实战经验。 正如他自己,白天一身如雪的救人,晚上一身漠染的杀人一般。 那些杀手也潜藏在最普通的人群之中,也许是一个卖花少妇,也许是一个挑混沌挑子的老汉,花篮里一朵花便是一条人命,混沌挑子的扁带里藏着沾满鲜血的长剑,长期隐忍,一击必杀。 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,宗月早已将最精英的手下以各种方式慢慢渗透入轩缘。 仅仅是去年轩缘圣庆寿,各国来庆的皇族贵宾中,就被他以私下替代的方式将自己的属下十八人带入并留在了轩缘。 让小郡主见他,本就是故意泄露。 当轩缘圣将宗月抓走那一刻,最后的计划立即发动,首要目标,圣弓。 在孟富瑶全力利用后宫搅起轩缘党派之争的同时,宗月的长剑已经指向了另一个方向。 他的第一件事,便是剪除轩缘圣真正的利爪和翅膀,专门为轩缘圣监视朝臣,缉拿侦查,寻查审问,以及私下镇压不听话的官员的隐秘组织。 孟富瑶奔往昆京,护国四脉翼,在摄政王府寻找他的那半个多月,宗月已经利用那张割下的圣弓圣使的脸皮,混入了盘踞在昆京南郊的圣弓老巢。 接下来的事,不过是用暗杀对付暗杀,以酷吏镇压酷吏而已。 灭了圣弓,解除百官头顶的高压威胁,才有可能和心怀旧主的旧城副将们搭上联系,没有顾忌的交连串通。 圣弓出世,宣元圣第一反应,移到宣元民,才有紧锣密谷的选后之举,可惜他运气不好,遇上抢权专业户孟富瑶。 孟富瑶是宗月计划外的变化,他的原本打算是交连百官,以文艺太子遗案弹劾摄政王及其手下重臣爪牙。 按照宣元国力,被六位三平以上官员弹劾涉及谋逆之罪者,就算不易处,也当暂时停职司贡,等待大理寺和督察院彻查。 宗月当然不指望宣元圣乖乖谢权,但是只要他在众怒所指国内一片呼声中稍作让步,摆出一个闭门待勘的姿态,宗月就可以立即切断他和几位闭绑的联系。 踹开他家门,砍掉他的人,再退一步讲,就算他悍然改法令,一天过也不肯撕,最起码那几位众臣也得象征性去撕一撕,以做交代。 到那时,也便由得他摆弄,摄政王家里铜墙铁壁,大学士家里可未必,都有翻云赋予首,都有千丝万缕谋,不过现在殊途同归,无需计较合策更佳,只等着刀进刀出。 宣元昭明十二年腊月二十九,摄政王急发首令,调动京营大军,镇压反水的西平郡王,并调动京城都尉,清洗反对阵营。 他也是一旦枭雄,当发现敌暗我明退让,会将自己逼入死角,干脆孤注一掷,釜底抽薪。 政治在不能怀柔的时刻,只能铁血一对。 如狼似虎的京城都尉,马蹄吉池,在长街之上卷起漫天烟尘,横冲直撞,字意张扬,以纷然杀气逼向昆京城。 家家闭门,户户收摊,在门缝里看着那些甲咒鲜亮的兵们,拿刀直剑,冲进那些伸向高楼的官员府邸。 然而,当那些穿着军靴的脚刚刚踏入门槛一步,立即震了震,随即便有士兵满身鲜血地倒撞出来。 那士兵撞得比冲得还快,似是被什么凶猛的力量当胸一倒,鲜血狂喷地飞出去的同时,还将身后的同伴连连撞翻。 随即,他身前有黑色小剑刺散飞弹,每剑力道囚禁难以想象,每剑飞出,必得连穿三人之身,冲得最快的,死得也最快。 刹那之间,大臣家门前,尸横数十,随即在众人的悚然停步中,大门开启。 门里走出黑衣壮健的男子,面容往往普通,气质却森然若刀,人人手中捧着一架饰样奇特的弓弩状务势,在冬日阳光下闪着铁色的森寒冷光。 如果有识货的,此刻大抵要惊呼,这是玄机最出名的军功巧匠研制的,可以连发十八件的落珠弩,杀人如落珠,刹那难收。 此弩造价高昂,千金难求,即使是拥有他的玄机,至今也无法在王军中大批量配备。 在这些人手中,却人手一把,漫不经心的蹲着,手指一抠,便割刀般倒下一大片生命。 专用于远程杀伤作战的劲弩,用来在巷战中杀敌,那做法简直是变态。 京城都尉们最后都是被一串串串成蚂蚱行死的。 没有人愿意用血肉生生的去抵挡魔鬼般的战争戾气。 京城都尉在同伴刹那间被杀过百之后,发一声喊,骑骑逃脱。 与此同时,到处都有惊呼惨叫之声,从分散的各家大臣府邸里,黑蚂蚁般的散出京城都尉们,慌乱的流向各处街道。 任凭长官连连呼吓,也无法遏制乱想。 而在他们仓皇奔逃的背后,还有胡子发白的老臣呢,气喘吁吁地撵上来,用拐杖狠狠地戳他们屁股。 不当人子,多! 晴空见血,纷乱如潮,黑衣男子们始终端着静弩,冷冷地看着,随即齐齐仰起头,听着头顶上传来一声呼哨。 指着一声,抱着静弩的男子们,齐齐一个翻身,越过各家府邸高墙,直奔摄政王府。 摄政王府前依旧铁地森严,只是门前鲜血斑斑,遍地碎肉。 噎着焦黑的火药印痕,还有一些未及拖走的尸体被四处丢弃。 就在刚才,西平郡王率领他的王军和他所掌管的一万精军,经过重重围困,一路厮杀,一直杀到了摄政王府之前三丈之地。 那也是他一生里所能达到逼近宣元圣的最近的距离。 就在那三丈之外,当西平郡王欢喜雀跃,指挥着属下进行最后进攻的时候,王府铁黑色的外墙突然翻转,竟然露出黑油油的巨炮。 一面墙,便扶了三座炮身,只坐了街巷战准备的西平郡王,何曾想到,仙元圣竟然将自己的王府修成了城池,大炮一轰,呜呼哀哉。 而王府最高也是全昆京最高四面街窗的灵天楼上,突然窗户齐开,架出无数弓弩,呈三百六十度不间断扫射覆盖。 西平郡王的王军,大批大批死在殿下,四层以上功弩齐发,四层以下雷弹爆飞,夜空中野出深黑的弧线,落地时便收获了一地的鲜红。 而高楼之巅,温文尔雅的摄政王王袍王冠,双手聚窗,冷笑下望。 昆京流血,至此才进入真正的高潮。 当宣元胜生生逼退返水的西平郡王那一刻,宗月也出现在摄政王府前。 他依旧白衣如雪,纯色如鹰,轻轻淡淡地骑一匹轻淡淡的白马,像云端上的一颗明珠一般,飘了过来。 他在府门前驻马,仰头,正正迎上宣元胜落下的目光。 相隔十多年,一对隔了辈分的生死之仇,用十余年的时间你来我往,攻防推挡,一日不停休地进行着无声的生死之争。 却直至今日,才真正直面相对。 宣元胜目光缩起,如脆了毒的剑。 宗月却只是淡淡仰头,没有任何表情地看着。 不像在看一个他卧心肠胆,用十余年时间去算计的敌人,倒像在看他那些花圃里的花。 白天的时候,他很珍惜地爱护着它们。 晚上,他沾满鲜血的靴子,却往往毫不怜惜地踩过娇嫩的花朵。 隔着埋藏十余年的血色恩怨,隔着掺了火药气息的未散的焦黑烟火,隔着铜墙铁壁的高楼对视一瞬,然后各自移开。 宣元胜竖起手臂,他要用他灵天楼里装备丰富的武器杀掉这些不自量力的楼椅。 宗月只是轻轻弹了弹指,他发动了他的攻势。 他的攻势竟从王府之内开始。 哄,一声巨响,揭开了宣元圣和宣元月之间最后的生死之争,揭开多年前文艺太子满门被图的血色结局。 诈人者,人横诈之。 巨响之后,堂堂黑烟从灵天楼下爆出,灵天楼微微摇晃起来,随即晃动幅度越来越大, 黑烟越堂越高,渐渐包裹了半座高楼。 那些黑烟之中夹杂着燕红的妖舞的火焰,不断吞噬着坚固的楼身。 更糟的是,由于楼中藏着的大多都是火药类的武器,这场声势惊人的爆炸便等于是催命符。 随着火势燃烧,不断有劈啪炸裂之声响起,那些爆炸的火枪火箭、雷弹,夜着火光四处迸射。 加重破坏的同时,也带走人命。 不断有楼上守卫的侍卫惨呼着掉下来,落入火中,被活活烧死。 三千铁甲从府中各处赶来救火,却发现,脚下一路都在爆炸,地面被翻开,乌射被炸塌,树木被炸倒,不断有人被脚下突然战开的红黑色烈火吞噬,炸死。 从府门前到灵天楼一条路上,到处是死尸和残枝断壁。 侍卫们惊呼着散开,渐渐发现,爆炸曲线延伸,自始自终只在通往灵天楼的路上爆炸,意图只有一个,截断救援。 他们面面相去,停住脚,不明白这爆炸如何能在防卫固若金汤的王府之中,这般凶猛的炸起。 宗月举起手,身后黑衣人们静弩之剑,换成火箭,火上浇油。 惨嚎声响得越发激烈,高楼之上,轩原圣再也无法维持冷静。 他豁然转身,试图下楼,隔得远远依旧能够看出他的神色震惊和疑惑。 宗月摇摇看着,依旧不动声色,只眉梢眼角,生起淡漠击窍的笑意。 无他,恒心而已。 轩原圣的王府向来号称铁府,不仅外人难尽,防卫更是水泼不尽。 他将王府四面民居迁走,只留下一层层的院墙和无数的守卫。 他甚至亲自设计了一种小吊锤,在地下发生震动时示警,以防有人挖地道潜入王府。 他防备的,已经不可谓不紧密。 然而宣元圣还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。 他为了更好地掌控宫禁的宣元民,将自己的王府和皇宫紧紧相连。 这等于给自己的守卫墙另开了一道门。 王府如铁难慎,皇宫里却有太多的机会可以做手脚。 尤其当对方处心积虑,不惜一切代价的时候。 十年前,出卖逃难的宗月,海太中仆被剥皮,海太深藏深井的那个护卫,无意中被蛇咬死。 家到中落,他家的孩子被一个老寡妇收养。 长大后,为了生计,那孩子进宫做了太监。 有了这个出身,当时控制的特别严格的宫人司,没有任何怀疑的让他进了宫。 后来,更因为忠心灵力,被选派到皇帝身边伺候。 这个孩子,在被老寡妇收养时,遇见一个擅长挖地道偷窃的大盗,和他学了一手的挖地道技巧。 出师后,他屡屡试图用这个办法养家,却次次失手,被打得鼻青脸肿。 他也曾经试过做小生意,做苦力等等法子,养活自己和老娘。 然而不知道为什么,他一生运到奇差,做生意次次赔本,做苦力常有人找茬,最后实在被逼无奈,只有去做太监。 他成为皇帝进世后,依然有人专门调查他生平,直到确认,这人实在是个没运气的普通苦孩子,才将他留在轩元明身边。 这个孩子,就是小安。 这个孩子被操控的一生,就是宗月对付轩元盛的整个历时十年的庞大计划之一。 小安一生为他的养母劳苦,而他的养母用一生时间要求他做好一件事,挖地道。 白天伺候皇帝,晚上悄悄挖地道,前期还好些,后期挖到王府,小安越发悄无声息,几乎没产都要花费半克钟的时间。 有时候,整整一夜,他只挖出去半个手指长的距离,他用三年的时间挖了这条地道,宫中接应孟夫瑶那次,他刚刚才完成这个任务。 至于后来的加固地道,防止渗水,在地道里满满填充炸药之类的事,自有其他人去做。 类似小安这样的人,宗越培养了一批。 那些在当年对文艺太子落井下时,那些早早投靠摄政王的背叛者,早早就被纳入他的视线。 他却不杀,只长期控制着,留着将来作为走进宣元圣身边的通行证。 宣元圣怀疑一切,却没有想过宗越会利用他阵营里的人,来对他进行渗透。 这是真正的强者的选择。 不逞一时之快,只看长远利益。 只要能杀了宣元圣那些从属之人的罪过,何足在意? 宗越淡淡笑着,前方血火无限,他白衣一尘不染。 他验了鲜血,验了黑暗白昼间穿行的人生,他以为今日之后便可以真真正正做那个洁癖的爱花的大夫。 治病,救人,金盆里洗去沾满鲜血的手,干干净净为那爱打下的女子一生操心。 然而,他将她推上了另一条路,从此后他还要继续杀人。 那么,就这样吧。 他厌倦地仰着头,看黑烟红火中半座燃烧的灵天楼,看楼将烧断,宣元圣一仙衣内,决定飞落楼下,淡淡地笑了笑。 他卷起袖子,数。 一,二,三,砰! 飞驰到一半的轩辕盛突然栽落,重重栽向地面,却又在第四层楼角处被飞檐挂住。 那处楼层全放了雷弹,燃烧爆炸得最为激烈,四射的红火流星般窜出来,迅速燃着了他的王袍。 滚滚黑烟,熏着他不住咳嗽,努力睁眼,却怎么也睁不开。 宣元圣心底冰凉一片,努力地调整着气息,却发现丹田空荡,混弱无物。 他的真力呢,他的武功呢,他为什么连精神剑都没来得及发,就突然真气都被抽空? 而这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? 火势迅速地在他身上燃烧起来。 智着肌肤,痴痴作响,那般灼人的滚热,天地人士都一片焦心疼痛的鲜红。 恍惚间,那个人也是,他命人剥了他肩部的皮,烙铁烫上去,也是这般痴痴的响,也是这般的焦臭气味。 哦,不,不对,不是这样的。 响声一样,气味,气味却不一样。 他豁然睁开已经烧瞎的眼,就着被火烧的蜷缩扭曲的姿态,试图昂起头,看向宗月的脸。 那个已经被刑讯而死的假轩元月。 他们那么像,和文艺太子一模一样的脸。 他一直以为,那真是轩元月,没有人可以像到这个地步。 饶是如此,他也很小心,从未真正靠近那个人。 他都是远远站在求是的台阶下,看着属下失行。 原来,原来这样也能。 轩元圣在飞檐角上扭曲起来,交黑着扭曲成不似人的一团。 宗月仰头平静地看着。 药人,听过吗? 选一个合适的人,餐餐吃特制的药,日夜泡在药桶里,睡觉都熏着药箱。 直到身体发肤,血肉,指甲,每一处都被浸透。 而那些漫长的日子里,他一用他精细的手,时刻对照自己的容颜,调整对方本来就很近似的长相。 这样慢慢地,不动声色地改下来,用了很多年。 他知道,轩元圣一定忍不住会用刑,也一定会忍不住看着,只要那人皮肤破了,散发的血气,迟早都会慢慢渗入浸透对方内腹。 武功越高,受损越重,在下一次妄动真气时,突然爆发。 他算准轩元圣会去灵天楼,就如同他算准他会在最后从楼顶最高处栽落。 就是这样的,就要你这样死去,狼狈的栽落,丑陋的死亡,和多年前你亲手灌死文艺太子,一模一样。 变了,凄厉的女生,乍然响起,烈血般穿透喧嚣的人群,宗越的笑意凝结在唇角。 孕儿,她已经命人趁乱入府,打荒轩元圣,送至她外公家,为什么她会出现在灵天楼下? 宗越豁然抬手,一指灵天楼,道。 冲进去,拦住! 黑衣人们飞速越过高墙,却已经迟了一步,那娇小的影子刹那披落数名试图拦住她的侍卫,脚踩着楼下尸体飞升而起,身子一飘,已经飘上四层。 然后,在那片血雨火中,抱住了她半焦的,净卵的,面目全非的父亲。 她身上瞬间也燃起熊熊的火,乌发,成灰,肌肤,化血。 低微的劈他之声里,她一疼痛的扭成一团,却终究没有放开手中的父亲尸首。 那一煞,我有火光听见,她道:「爹,我错了。」 十三年恩怨如血,化作着昆京火光漫天降落,将那些爱恨痴怨,搅搅心事,统统焚化。 而那个在流水般的岁月里羞涩微笑的孩子,从此拧灭。 三条长街之外,急速驱驰一路狂奔的女子突然停住,然后缓缓闭上了眼。 她和那高楼之上的女子一般微微站立,随即低下头,无声买手与掌心。 她身后,衣内飘然的浅子锦袍男子,轻轻将她揽入怀,调转方向,挡住那血色漆艳的一幕。 她温柔拍拂着怀中的女子,掉转头,看着那白衣男子从马上飞升而起,扑向那高楼之巅,眼底流过一丝苍凉的叹息。 仙元昭宁十二年,蜡月二十九,权倾天下垂十三年的摄政王,终于没能度过她人生的最后一个年关。 仙元韵最终没有死,她被宗月救下,然而这孩子从此失去了一身玉斑的肌肤,也失去了自己的声音。 没有人知道,她是因为被烧伤而致哑,还是因为那一场火,彻底烧死了她一生里,珍珠般光滑美好的一切。 从此,她不愿再对这乌浊臣室开口。 孟富瑶为此十分自责,她亲自赶来,欲带送走仙元韵。 然而终究是迟了一步,她更自责自己从仙元韵手中骗来的那张图。 那该是多大的伤害,有罪的人可以惩处,可她又有什么权利伤及无辜? 宗月却告诉她,她根本没有用那张图,从她的进攻路线来看,确实也和小郡主完全无关。 孟富瑶明白,这是宗月保护她的方式,她不愿她因伤害无辜而背上愧疚的十字架,所有的罪孽,她选择一个人扛。 宗月昭宁十二年,便结束在那一夜永恒难灭的血与火里。 宗月圣上死亡当天,宗月明便出了宫,去她的边缘小城做她的闲散王爷。 跨出宫门的那一刻,她缓缓回首,凝视着整整关了她十二年的微微宫墙,眼神里一煞间变换万千情绪,最终却都化为净水一泼。 宫门寂寂寂,冷月照应下,汉白玉广场如水铺开。 那是一片宁静光滑,倒映至死重生后的轩辕宫廷。 长空下,冷月中,织粉再无的清秀男子,突然轻轻卷起衣袖,粘脂,起唇,在一片幽济和风中未曾散尽的硝烟血气里,慢声地唱。 依旧的水泳山蝶,依旧的水泳山蝶,好一个少年的儿郎,嫩在何处也,不觉得灰飞烟灭。 这熬冰的江水油燃热,好交暗心惨怯。 这也不是江水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。 她身侧,小姑娘紧紧牵着她的衣袖,仰慕地抬起头,大眼睛流光一彩,道。 二六哥哥,你唱得真好听。 是吗? 轩元明停了声,出神良久,笑了笑,牵起那孩子,转过身去。 但是这辈子,我永远不会再唱了。 四年春,新军继位,年号,成庆。 新军继位前,曾试图将轩元和大汉连接处的六百里封地给孟福瑶。 被孟福瑶谢绝,她道。 放心,大汉孟王的兔子不会再跑到你家去了。 宗月漠然,两久一笑,道。 但是如果轩元国主有意邀请九霄大人作为护国国师,定次容绝呢? 孟福瑶展颜一笑,毫不羞耻地答。 那还是勉强可以的。 她拍拍松月的肩,道。 好好做皇帝,有空我来抽茶。 转身,灰灰衣袖就走,却觉得身后那男子目光千缠,那般身长地粘在他身后,粘在他步履为肩,浑身不得自在。 只得兴兴回首,没话找话地再问上一句。 对,当初为什么明明知道我在找宗月,却不肯取下面具。 白衣如雪的男子依旧沉默,很久以后才答道。 这个答案,下次来轩元问我吧。 孟福瑶抽了抽嘴角,摆她一眼,无奈转过身去。 她身后,宗月注视着她身影完全消失在千阶欲阶之末,才缓缓坐了下来。 她高居空旷大殿,摇摇宝座之上,在精华满棺盖里,独自穷穷,手边一杯茶,轻烈的水面,倒映她容颜清淡,她沉思着,轻轻抚过自己的脸。 福瑶,不曾脱下面具,是因为我希望,也许你会爱上那样一个我。 我们去哪里? 随便你,不过有个邀请,你一定很感兴趣。 嗯? 玄机女主心力,邀请三国领主,九霄大人,孟福瑶孟王,前往观礼。 啊? 嗯? 嗯?